那我想直接透过网页的方式来跟各位分享POWERBI 是什么呢 所以我在这个Google搜寻引擎 我就直接输入POWERBI 好 当我今天输入了这个POWERBI 它第一个就出现微软官方网上的产品介绍 那POWERBI这边有10个字 是要请各位特别知道的 首先在这个图示上面 第一个就是POWERBI的logo 你可以发现它就是直条图 对不对 它就是一个像型的 或者是视觉化的一个直条图 上来就是右边它放了很多的视觉化图表 也就是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关键影响因素 这个我觉得太重要了 看到这一个 这又是在第二天 我要期望你们就是视觉化看到的一个现象 那再来你要去做所谓的一个推理的时候呢 可能会需要知道的瀑布图 还有像竖形图 当然最常用的横条图 好 横条图就是直条图转一个方向 好 那这简单说就是很多的统计图表 所以呢 视觉化 POWERBI这套软体呢 最重要的十个字 第一个就是视觉化 资料视觉化 就是把资料变成统计图表 这就叫资料视觉化 再来就是第二个 第二个 互动视报表不见了 在这边 互动视报表 这五个字 什么叫互动视呢 好 互动视的意思就是说 例如说 报表跟报表之间 它可以互动 互动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我用LINE这个社群的软体 跟你取得联系 这就是互动 对吧 举例来说 一号的学长 早安 黄学长 请问您吃过早餐了吗 这就是互动 可以吗 那我都已经关心你了 所以是不是 欢迎你也关心我一下呢 有的 是 这样 这就是互动 那我们那么多的统计的图表 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什么方式 透过这一个 这个方式 就是说 去点某一张横条图上面的一个项目 然后其他的所有图表就跟着产生联动的变化 这就是互动式 这就是互动式报表 可以吗 所以简单的说 请问 另外这边 它可以画出这些图表 而且让它彼此之间产生互动 这就是我们现在来学的这套软体 十个字 第一个 资料视觉画 讲白话一点 它就是画统计图表的工具 对不对 第二 第二 它有互动式的功能 好 那我想这十个字 你们应该很容易记 就是你只要记那个想象的画面就可以了 至于这十个字 你不要那么清楚的记住 但是 画统计图表 没问题 互动 没问题 好 互动